说到那脑洞大开的老外们,那可是一言难尽呀,有时候就会做一些奇葩的事情,这波一位国外美女在水下竟开启了餐厅,可以看到,她将格子布先是铺在桌子上,等待着顾客的到来,这时来了一个长发大美女,自由的游来游去,不久就跟这位美女店员见面了,即使是在水下,也可以正常说话交流,只见她们先是来到桌子旁边,先是摆好垫子,服务员就去给美女拿沙拉吃, 美女也是非常安静的,静静的坐在那等待着,可以看到,先是端来一盘沙拉,但是盘子里的沙拉,就直接向水岸上飘,美女于是很慌张,赶紧一边游着,一边抓着湖南跑的蔬菜,于是服务员见到,就赶紧拿来一些蔬菜放在盘子中,但是瞬间,明明的蔬菜也被飘了出来,美女也是很有耐心,于是就赶紧的追了上去,到随后也有成功的吃到蔬菜,吃完蔬菜沙拉呢,又点了一把粒面, 服务员就送了过来,美女赶紧用叉子吃面条,看着一边跑着一边吃东西,真替美女感到累呀,好好的吃一顿饭,还不香吗? 如果让小伙伴们在水下吃东西,能坚持几分钟呢?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谢谢大家观看,记得点赞和评论哦!